请继续收听小说 女市长之非常关系 柳斌 请苏小敏吃饭 说是有神秘客人 来到酒店包房 里面坐着两个人 一男一女 男的是郭栋 臣妇省长的前秘书 眼下是省委组织部医处处长 女的二十来岁 三十岁也说不定 这种女人是看不出年龄的 能看到的是一身鲜艳 艳光四射 艳光逼人 说珠光宝气是俗她 说雍容华贵是筹划她 怎么说呢 她属于那种男人做梦都想见 见了又不敢轻易有非分之想的女人 对女人而言 她属于那种见了谁都优越的类型 苏小敏脑子里呼叫冒出游物两个字 是的 他才是游物 发针间 郭栋已经起身 容光焕发的走过来 伸出那双胖嘟嘟近似于女人的手说 我的大姐 真怕你不给小弟赏这个面子呢 她的话热情中带着夸张 跟她做人一样 大约一辈子都不会低调 苏小敏矜持的伸出手交给郭栋 目光却一刻不离的盯着那女子 能跟郭栋做一起的会是什么人呢 显然不是演艺圈的 郭栋虽说张扬 但脑子里绝对够用 不会俗到把演艺圈那些缺分量的洋娃娃带到这种场合 也不是主持人 省城电台电视台那些二流的主持人 郭栋只是私底下玩玩 城城哥们 真要让他满世界带着跑 他怕也没有那个耐心 至于一流的 还轮不到他郭栋 那么 他是谁 苏小敏还在困惑 女子已然起身 迈着小鸟般的脚步 略带几分欢快的走过来 很有礼节的伸出手来 性感的嘴巴一起 市长好 我叫曹欣娜 冰哥的朋友 冰哥 苏小敏有些转不过弯的握住了曹欣娜那双玉手 目光仍旧带着审问的盯他脸上 曹欣娜被望慌了 羞涩一笑道 欣娜不才 还望市长多多关照 苏小敏这才想到 所谓的冰哥不就是六冰吗 这脑子迟钝到了啥程度 他若有所悟的一笑 这才挤出一句 好 曹小姐好 曹欣娜浅浅一笑 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 都说苏市长是个大美人 今日得见 果然美得不一般 欣娜三生有幸 这番话说的居然不肉麻 也不躁死 苏小敏再次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曹欣娜 就觉得这女人其实是清纯的 外表的华雁掩不住毛子的清澈 还有说话间透出的那份天真 人不论经过多少风雨 在你真正没有熬到岁月的那个份上时 天真是退不去的 他想 曹欣娜应该不会超过三十岁吧 四个人坐定 苏小敏这才知道 今天这饭局是曹欣娜摆的 中间人是柳斌 他和郭栋都是客 郭栋跟曹欣娜认识时间也不长 后来苏小敏才想 曹欣娜请郭栋作陪 是有深刻用意的 郭栋是谁 他是省府二号人物的前任秘书 目前虽说离开了秘书岗位 但是他跟城府省长的关系绝非一般 郭栋虽然只是组织部一类处长 但这只是过渡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顺利升到副部长位子上 这一点不只是柳斌他们信 就连苏小敏也确信无疑 他受命担任东江市长前半个月就有消息传出 说郭栋要到林市担任常委兼政法委书记 最终所以没去 是郭栋自己不想离开组织部 城府省长也不希望他走曲线救国的路子 郭栋的政治前程远大着呢 有人说他是第二个向剑江 有人说他比向剑江还聪明 苏小敏看来郭栋的政治抱负还有政治野心 远在向剑江之上 这样一个人物忽然来东江 不能不引起苏小敏的警觉 可惜在这一天苏小敏没想这么多 也没有机会多想 刚一坐定郭栋便热情寒暄起来 郭栋跟苏小敏不能算陌生 以前城府省长分管招商 郭栋跟招商局打得火热 好几个大项目都是他亲自参与的 郭栋跟苏小敏聊的也都是以前的事 很有些叙旧的味道 他用这种方式拉近跟苏小敏的距离 还真让苏小敏放松了警惕 郭栋跟苏小敏闲侃的时候 曹新娜扑闪着一双黑眼睛 很专注的望着他们 他的专注很容易让人把他想成一个不按事事的女孩子 尤其长长的睫毛下 那两弯青拳更闪出他的天真和纯智 有那么一刻苏小敏都把他当成乖小孩了 这种感觉很怪 但确实在他脑子里闪了闪 不过很快 他就觉察到他的不一般了 那是他投到柳斌脸上的目光 苏小敏跟郭栋贤砍时 目光一直是注意着他们的 柳斌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他的目光并不安分 有窥探的成分在里面 大约他心里有什么事 急于想从苏小敏脸上捕捉到答案 见郭栋跟苏小敏聊得起劲 他插了一句 郭栋话留着以后说吧 你这趟来有的是时间 还是给西娜个机会 你看西娜 眼巴巴的就是不敢插嘴 就在苏小敏将目光转向曹新娜的一瞬 曹新娜狠狠的弯了柳斌一眼 这一眼被苏小敏看了个正招 立马刚才那种感觉全没了 曹新娜貌似清澈的眼神里 原本还藏着比事故更可怕 更凶险的东西 这女子真会藏啊 苏小敏心里打了一个冷战 尽管他还不知道 曹新娜请他吃这顿饭的目的 但是他已经感觉到这顿饭不好吃 等女服务员将餐具一一捧出来时 苏小敏心就惊了 惊得差点发出声 原来就听说醉海鲜有一种秘密武器 它的特别不在于菜有多好 在于他有不同档次的餐具 苏小敏以为是谣传 这阵子被金光闪闪的餐具一耀眼 心里顿时就明白了 他差差的望住柳斌 想从柳斌脸上看个明白 谁知柳斌轻轻一笑 好 男的市长跟郭处赏光 今天这顿饭我们吃点海鲜 女服务员殷勤的将餐具 摆放在他们面前 不用细摸 苏小敏就断定 面前的羹齿 筷子 小汤丸 小碟 都是纯金的 这顿饭 猫腻就在这套餐具上 苏小敏白了脸 对面坐着的曹欣娜脸上 划过一丝不安 刘兄真是大方 你们银行的金子 是不是放不下了呀 郭冻把玩着金羹池 故意的说 好 哪里 这家酒店是老关系 今天听说二位来 特意送的 柳斌 明知郭冻在帮他 还是煞有介事的说 苏小敏清楚 他们是在跟他演戏 他在心里紧急思损 这顿饭 该不该吃下去 平衡来 平衡去 他还是稳稳的 做住了 每天 这个城市 上演不同的故事 每天 我们在演故事中 不同的角色 体会生活争帝 面与生命精彩 FM104.3 AM1512 济南故事广播 与您一起 用心 感觉 曹西娜 一直观察着他的表情 见他脸色不明朗 装出一副怯懦的样子说 要不 让他们换一套 苏小敏装作毫不介意的说 好 没关系 不就是一套餐具吗 又不会把它吃到肚子里 难得老同学一片盛情 让我也开开眼 说着 别有意味的 忘了柳冰一言 柳冰 见多识广的说 上次去广州 人家酒店 还让我们吃人体宴呢 相比那个 今天这宴 就逊色多了 一听人体宴 郭栋 马上就来了兴趣 哦 真有吃人体宴的 我以为只是传说 柳兄啊 你可腐败到 家了啊 柳冰打着哈哈 连说了几个不敢 却又带着卖弄的口吻 想起那次人体盛宴来 这种宴 苏小敏还是头次听说 把菜肴放在青春少女的裸体上 玉体横沉在餐桌上 让食客一道道品尝 这种创意 还真有人想得出来 菜倒是不怎么丰盛 半道倒是极品 但是这鲍鱼 价格就贵得吓人 还有鱼翅 燕窝 苏小敏一边吃 一边挫着眉头 饭吃到中间 他们还不提要提的事 更令他纳闷 好像今天请他就为了吃饭 苏小敏原来担忧 他们要跟自己拼酒 奇怪的是 柳冰只开了一瓶茅台 简单行过敬酒礼后说 今天不劝酒 我得替两位领导着想 曹希娜也说 很想跟两位领导多敬几杯的 柳哥这样说 希娜只能从命 苏小敏后来才知道 这天所以没有拼酒 是郭栋不能饮 他来之前 郭栋已经跟柳冰讲好了 只开一瓶 意思一下 不拼酒 气氛就有些欠活跃 尽管柳冰多次提起党校 想把话题往同学两个字上饮 无奈苏小敏表现冷淡 柳冰也不太好虚张声势 曹希娜倒是讲了一个笑话 是郭栋建议让他讲的 他从容讲了 讲得还蛮有趣的 郭栋听完后开怀大笑 柳冰也夸张的鼓起掌来 苏小敏想笑 但是笑不出来 曹希娜知趣的把再讲一个的欲望收回去了 郭栋又讲了几庄组织部的去事 后来又提起临时班子调整后 一二把手闹矛盾的事 不知道是有所影射 还是事实真就如此 他讲得有板有眼 听得曹希娜两眼发直 末了还夸张的问了一句 真有此事啊 我还以为领导之间啥都是含蓄的 你讲得这么吓人 领导也是人 哪有人 哪就有斗争 郭栋笑着给曹希娜做了回答 官场 太可怕了 曹希娜表情丰富的说出这么一句 他的样子远又回到不安事事的小女孩上 苏小敏不露声色的笑了笑 人如果太过聪明 也会露出马脚 苏小敏不喜欢太过聪明的人 郭栋倒是对曹希娜很有兴趣 他说 你是没做过官 做了你就知道官场有多可爱 郭栋这番话多少有些暧昧 曹希娜一定是感觉到了 吐了下舌头 脸雾渍一红 目光避开了郭栋 苏小敏看着他们的表演 听着他们的弦外之音 感觉这顿饭吃的也算有味道 不过在心里他还是期待着能早点结束 最后一道甲鱼汤上来的时候 柳斌终于说 希娜刚从香港回来 她的事业目前才刚刚起步 以后如果有机会 请二位领导多多关照 曹希娜赶忙端起酒杯 又要给苏小敏敬酒 苏小敏说 好 久久免了 曹小姐如果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不妨说出来 曹希娜红着脸说 哎呀苏市长 今天希娜只是想拜见一下苏市长 哪敢这么快就麻烦您呢 以后希娜要是真有事了 市长大姐可别不认得希娜哟 不会的 就算大姐忘了 还有大哥呢 郭栋俨然一副老熟人的样子 他跟曹希娜之间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距离了 谢谢栋哥 曹希娜含情默默的望了一眼郭栋 羞怯的样子让人误以为 他是出入爱河的少女 这顿饭就这么结束了 他们真的没有跟苏小敏提任何事 但是苏小敏已经感觉到曹希娜的出现 跟国际商杀有关 指不定 他们已经做足了准备 今天这饭局是演给苏小敏的一个开幕式 那套餐具自然是要带走的 苏小敏跟郭栋不嫌不淡的说着告别话时 服务小姐已经小心翼翼的替他们重新包装了起来 郭栋毫不犹豫的就将自己那套接了过来 轮到苏小敏的时候 他的手尴尬在那儿 接还是不接 正在南看 电话响了 一看是向剑江打来的 苏小敏慌忙说了一声 好 向书记找我 不好意思 我先走一步 说完 陶爷似的 奔出了包房 向剑江是在办公室里给苏小敏打的电话 苏小敏赶到的时候 有两个常委已经坐在那儿了 三个人脸色都很沉闷 不用问 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人还没有站定 向剑江辩说 刚才接到罗秘书长的电话 光滑路市场二十几名个体户到省政府上访 上访 苏小敏大惊失色 问题还不只是上访这么简单 听罗秘书长的意思 领头的那个宋廷进 好像掌握了什么证据 扬言要告示政府 又是宋廷进 苏小敏又惊出一声 不是他还能是谁 这个宋廷进 以前坐过牢 现在仗着有几个钱 整天惹是生非 前些日子刚打了淮山的儿媳妇 我还没有追究她的责任呢 她倒好 又拿着什么合同 跑省政府上访 沙发上坐着的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老同说 苏小敏心里骂了一句该死 昨天他还跟林和平叮嘱 让他尽快对上次事件做结论 林和平说宋廷进两口子找他做了检讨 提出向谢芬芳赔情 他心里还暗暗高兴呢 以为那件事总算可以了掉了 没想到都是假的 宋廷进 再给他放烟幕弹 听众朋友 小说女市长之非常关系 为您播送到这儿 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小说女市长之非常关系 苏小敏接到了向剑江的电话 马上赶到他的办公室 里面还坐着两位常委 向剑江说 光华路市场宋廷进 带着二十几名个体户到省政府上访 他们没闹出什么动静吧 苏小敏担心的问 地方围观 别的事情都还好办 再难也有难的办法 对上访几乎让每一位从政者为难 特别是苏小敏跟向剑江他们 上访不只是表明他们没有把工作做好 重要的是证明东江还有不稳定因素存在 任何时候稳定都是压倒一切的主题 具体情况我还不太明了 绿书长也没有说 这样吧 你准备一下跟我去省城 老头 你们也辛苦一下 连夜去光华路市场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隐患 对了 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 去省城 苏小敏有点反应不过来 老童他们已经起身往外走了 他还真在那 傻子干什么 去领人啊 向剑江已经在打电话叫车了 苏小敏这才恍然大悟 省上有个不沉稳的规定 但凡遇到这种集体性上访 不论结果怎么样 第一步都是由各地的一把手亲自去领人 直到坐上车子 苏小敏还是惊魂未定 朱广泉啊 朱广泉 你真有本事 居然玩起这一手来 苏小敏认定 打人也好 上访也好 都是朱广泉在当导演 这个宋挺进 听说当年就是因为他坐牢的 朱广泉跟别人讨债 别人不给 就让宋挺进专办成黑社会 去恐吓人家 结果对方真的弄来了黑社会 双方三句不是好话就交了手 宋挺进仗着在武警部队当过四年兵 手上有点功夫 扬言要砍掉对方三条胳膊 一条算十万 打斗中他失了手 将对方一名打手制成了重伤 被判刑十五年 是朱广泉费了好大力 才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 据林和平讲 宋挺进明着是经营户 按着其实是朱广泉的保镖 政府当年向广泉地产借过五千万 这事牵扯到光华路市场的足底期限 经营户就是冲着这个上访的 向剑将突然说 这个我知道 五千万原是广泉地产 在国际商城公司的入股资金 后来被政府挪用了 不过这些钱已经还了 是拿玫瑰花园那块地顶的 他们还闹什么 苏小敏没好气的说 向剑将笑了笑 哎 你搞错了 除了这个五千万 还有一个五千万 是后来修建地铁站广场世界的 难道高强没有跟你汇报 还有一个五千万 这下轮到苏小敏哑巴了 上任到现在 还没有哪个人跟他提起过这五千万 包括朱广泉本人 我也是三天前才知道的 朱广泉耍了咱们 当时他跟剑委签过一个合同 如果政府到期还不了款 就要延长光华路市场的用地期限 有这回事 苏小敏傻了眼 脸色因突然冒出的又一个五千万 变得煞白 怪不得朱广泉能稳坐钓鱼台 原来他手里还握有这么一张重要的合同 可这也太过分了吧 就算他要当国际商城的主人 也可以实事求是的跟他谈嘛 反正工程就是要有人来见的 他苏小米又没挡着谁 弃完朱广泉他又骑高墙 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不向他汇报 他来得晚 前任领导干的事 很多他还不知道 高墙一直在建委 难道他也不知道 车子内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向建江和苏小敏都不说话 两个人都绑着脸在想事 过了一会儿 向建江轻叹一声 又说 还有一件事 我得跟你通通气 香港万圣集团也在动作 他们很可能也要争见识权 对这家公司 我们必须得慎重 他们有什么资格争 如果当初不是他们插进一腿 事情哪有这么复杂 苏小敏气呼呼的说 当初是当初 现在是现在 万圣集团目前很活跃 四处争抢项目 香港总部对设在江东的万圣中心 有格外支持 考虑到前面那些因素 他们对国际商城 也是有资格说话的 说到这儿 向建江突然扭过目光 盯住了苏小敏的脸 哦 对了 我听说 你已经见过江东中心的负责人了 我见过 苏小敏饿了一下 哦 他叫曹新娜 很年轻 听说也很能干 尤其是社交方面 向建江又说 是他 这一下子 苏小敏完全哑巴了 直到车子进了东江 他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你好 欢迎出租车 本车车号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在车上一待啊 就是一整天 早上一上车 我来说 这个屏幕我从来就没换过 好不畏别的 好听啊 敢舍不得换他 跟乘乘聊天呢 也有话题了 FM104.3 既然不识广播 陪你在路上 车子是凌晨两点多 赶到省城金江的 向建江本来想给罗维平打个电话 一看时间太晚 估计罗维平已经休息了 就将电话打给信访办老钟 老钟说 东江来的上访对象 已经安排在洪光宾馆 信访办有三名工作人员在那 向建江在电话里信了老钟 吩咐司机往洪光宾馆开 经历了一天的喧嚣 金江的夜晚早已安静 位于地质新村的洪光宾馆 却是另一番景象 1102房间 宋挺进跟几名工商户 正在拿着扑克牌 玩一种拖拉机的游戏 考虑到是在金江 他们没有敢放赌资 输者喝酒 跟宋挺进一同来的 除了在光华路市场管委会 担任职务的几名监营户外 还有宋挺进的几名死党 其中有个叫华英子的女人 是宋挺进的情人 也在光华路市场开商铺 平日宋挺进老婆 把宋挺进看管的盐 两人想优惠 找不到时间 这次上访 一听宋挺进老婆不来 华英子二话没说 叫了两个姐妹就跟来了 他们被信访办的工作人员 带到红光宾馆后 华英子极不可待的 跑进宋挺进房间偷欢 两个人痛痛快快 云语了一场 本来想睡到天亮 又怕一同来的人说闲话 只好穿戴整旗 装模作样的 跟他们玩起牌来 宋挺进这次带人上访 自然是朱广泉的指示 很多事朱广泉是不能直接出面的 必须得有宋挺进这么一个人 宋挺进也喜欢给人当枪炮 他这种人 凭自己的能力打天下 太难了 但是给人当枪炮 他很快乐 当然朱广泉给他的好处也不少 包括这个华英子 也是朱广泉介绍给他的 怎么说呢 他应该算是朱广泉的处理品吧 朱广泉以前有不少女人 自从担任政协副主席等社会职务后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 特别在女人方面 尤其谨慎 以前那些女人能断的都断了 像话英子这种不好断或断不了的 就变着法子送给部下 也算是一种变相的了结吧 朱广泉做梦都想拥有国际商城 不是说他贪 是商人的敏感性告诉他 这是一块肥肉 如果能把他吞下 他在东江地产界老大的位子就坐定了 最初住宅办副主任 李长发找他谈这个项目 他一口就答应了 但当时他的资金实力还不是太大 加之那一年他开发的项目又多 一个人明显拿不下来这个项目 李长发说不要紧 住宅办也可以参与进来当股东 共同开发这个项目 朱广泉明知道住宅办是个空架子 没多少钱 他们能用的资金就是住房公积金 但是住宅办连续开发了两个小区 已经把那些钱挪用的差不多了 再入股 怕也是举空谈 但住宅办毕竟是政府单位 有优先拿地权 朱广泉还是一口答应下来 后来运作当中 住宅办果然连谈好的一千万都拿不出来 正好前市长杨天亮又介绍了大华企业的老总跟他们认识 大华也想在东江有所作为 于是三家联手成立了国际商城发展公司 遗憾的是大华进入不久 其老总出车祸 他老婆接手大华后开始收缩投资策略 便在杨天亮的通融下撤了资 国际商城的建设工作被迫停下来 又是两年后 杨天亮又拉来了香港万胜集团江东万胜中心 万胜中心胃口大的惊人 不但想把广泉地产和住宅办全踢出去 而且还将原来的规划项目扩大了一倍以上 投资追加了两个亿 杨天亮一看万胜有这么好的胃口 便也想一脚踹开广泉地产 想把整个项目交到万胜手上 当时江东万胜中心的主任姓魏 五十岁 他手下有一名德力女干将叫曹丽娜 凭借这个女干将 魏主任很快跟杨天亮成了铁哥们 两个人关系好得非同一般 杨天亮为了万胜拿到这个项目 跟住宅办和朱广泉做了很多工作 朱广泉迫于某种压力 答应退出国际商城发展公司 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万胜 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上 万胜总部出了问题 因为在马来西亚和韩国 跟竞争对手血拼太猛 造成整个资金面的断裂 答应投到江东省的两个亿 无法兑现 国际商城项目再次陷入瘫痪 这时候万胜江东中心在光滑路的拆迁工作 已经过半 整个光滑路被拆得面目皆非 杨天亮为了不让这个项目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更为了不让国际商城这把火烧到自己 再次找到了朱广泉 让广泉地产先把这烂摊子接上 掩人耳目的先建一个光滑路市场 算是未被万胜中心拆的七零八落的光滑路 遮遮丑 朱广泉明知道这种短期投资搞不得 但是为了拿到玫瑰花园那块地 还是答应了杨天亮 怕是朱广泉自己也不会想到 连他自己都不抱指望的光滑路市场 效益出奇的好 开业刚刚一年 便一跃成为了东江老百姓最喜爱的市场之一 朱广泉尝到甜头 又对光滑路市场进行了二期投资 完善了市场功能 开通了五条便道 并设立了物流速配中心 光滑路市场的声誉越来越好 效益好的让朱广泉扎舌 后来政府另一项工程 也就是地铁站广场缺钱 不能按时竣工 朱广泉态度非常积极 主动提出给政府借款五千万 签订借款协议时 朱广泉提出 如果不能按时还款 政府应延长光滑路市场的租地连线 以租金冲底借款 当时杨天亮已经被某种危机困扰 哪还能顾得上这些事 想也没想 便让建委签了合同 随后 陈阳案发 东江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一波一波的官员 被纪委和反贪局带走 再也没有人去管还款的事 政府不还款 朱广泉却偷偷乐 他靠第一笔借款顺利拿到了玫瑰花园那块地 现在他打算靠第二笔借款跟政府讨价还价 目的就是牢牢占领住光滑路 不让任何人插进一条腿来 绝不让 朱广泉自己也有一套方案 他追求两全其美 既在光滑路建成国际商城 还不伤害他现在的光滑路市场 谁知道陈志安主持工作期间 将原来的万胜稿的那套方案报了上去 发改委又顺理通过 这才让他处在了风波中心 不过朱广泉不急 他打算耐心跟政府玩下去 凭他这么多年的经验 他坚信 这场游戏中 他不会输 他怎么会输给政府呢 苏小敏不识实物 想在国际商城建设工作中 标新立异 让朱广泉心里不舒服 不舒服 却又不能直接表现出来 朱广泉只能动歪脑子 其实跟政府官员动歪脑子是很有意思的 他不但能考验一个人的智慧 胆略 还能验证一个人的实力 说到实力两个字 朱广泉心里的不痛快就多起来 当初他被杨天亮耍来耍去 他承认是自己实力不足 政府向来看不起实力弱小的商人 这点朱广泉有深刻体会 现在不同了 现在朱广泉有足够的能力跟别人对抗 别人再对他不尊敬 他心里就有想法 集体围攻工商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给政府以脸色 就是在他的暗示下发生的一场闹剧 遗憾的是 宋挺进老婆打伤了谢芬芳 惹了不该惹的主 让他被动 不过这是件小事 只要他愿意低头 没有摆不平的 但是苏小敏得寸进尺 扬言要关闭光华路市场 就让他觉得苏小敏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像建江都不敢说的话 你苏小敏就敢公然说出来 朱广泉绝技再给苏小敏上一堂课 他要用这种方式让苏小敏误导 在东江当好一个市长 是不能太瞧不起他朱广泉的 有了朱广泉这些暗示 宋挺进当然是有恃无恐 上访怕什么 我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省政府不管我们就去京城 你们别担心损失 每人每天补助五百元 上访期间店铺的损失 由我包赔 不错吧 这都赶上了官员公费旅游了 这是他跟华英子那几个姐妹吹的牛 华英子一看宋挺进 这么为他长脸 兴奋的两个腮帮子都在舞蹈 请继续收听小说 女市长之非常关系 就在宋挺进他们 眉飞色舞 边玩扑克 边高谈阔论时 向建江和苏小敏 推门进来了 屋子里乌烟瘴气 烟草味 女人的香水味 还有男人的脚汗味 冲苏小敏袭来 苏小敏拿手挥了挥 冲里面的人问 哪位是宋挺进 宋挺进当然认得苏小敏 通过电视认得 如今只要打开地方台 就全是领导们的影子 你想躲都躲不掉 宋挺进那天还跟华英子说 都说新来的市长是个大美人 我以为是他底下那帮人瞎凤城 细一看 果真长得不简单 女人长得漂亮 我能理解 长得漂亮还有权 还能当市长 我就不理解了 说着 他在华英子鼓起的奶子上捏了一把 华英子打开他的手 半是认真半是玩笑的说 人家是市长 你少拼嘴 宋挺进不服气的说 市长怎么了 在我眼里 他还是女人 哼 别想入菲菲 你以为你是谁 他的脑子 你也敢动 不敢 宋挺进说完 一把搂过华英子 就是就往沙发上压 那天他老婆正好不在 进货去了 宋挺进才敢有恃无恐 华英子先是不要啊 你坏的拒绝着 后来 后来宋挺进的手 强行伸进他的衣服 华英子动弹不得 又坚持着哼了几声 然后 然后就像母虎扑石般 猛一用力 将宋挺进扎扎实实 扑到了怀里 华英子这女人 外表看起来小巧玲珑 怪可人的 一旦那股火烧起来 比男人还凶猛 对了 他喜欢用男人的方式 折磨男人 也就是说 在床上 他不愿意做女人 朱广泉大约不喜欢这个 才把他这道菜送进了 宋挺进嘴里 宋挺进倒是觉得 合胃口的很 宋挺进看了一眼苏小米 慢慢悠悠的起身 哦 你找我 你哪位啊 苏小米忍住心中的不快 我是代市长苏小米 你就是宋挺进 对了 我就是光华路市场管委会副主任 宋挺进 大半夜的 市长 您找我有事啊 宋挺进 油腔滑掉的样子 激怒了向剑江 他往前跨了一步 我们从东江专程赶来请你 怎么样 宋大主任 这儿住的很逍遥是吧 一看向剑江专程赶 一看向剑江也来了 宋挺进有点怯 他刚想说什么 画英子想先一步站起来 怎么说话呀你 我们被政府逼得没饭吃了 你还信在乐货 宋挺进 暗暗的捏了画英子一把 示意他别乱来 画英子才不管呢 他一直想露回脸 就是找不到机会 今天这么大好的机会 白送给他了 他岂能放过 你是谁 向剑江被这个腰液的女人 争住了 大约他这一生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挑衅 我是谁你不用管 你倒是要说说 我们上访有什么错 有什么错呀 向剑江被这个女人的 无知和无理弄笑了 苦笑一声说 好 没错 你们都没错 这不就对了吗 来 我们继续玩我们的 不跟他说 画英子嘴上这么说着 人却往前走了几步 目光在苏小敏脸上 扫了一下 转耳 盯到向剑江脸上 这女人也真够大胆 明知道 眼前就是东江市委书记 她倒一副 无所畏惧的样子 好 你是向书记吧 我叫画英子 光华路市场个体户 向剑江又愣了一下 这女人也实在是怪诞 没人问她 她倒自己介绍起来 向剑江往后退了一步 像是有点触画英子 画英子见状 越发有了勇气 向书记 凭什么要把我们赶出光华路 这问题回去再说 不 就在这说 说不清楚 我们不回去 常住这 对对对 说不清 我们就在这住上 跟画英子一到来的几个女人 以为向剑江窃了阵 起哄道 向剑江定了定神 黑下脸说 你们想怎么说清楚 不是我们想说清楚 是你们应该先把问题说清楚 画英子得寸进尺 似乎他觉得 跟向剑江过招 也不是什么难事 宋挺进在边上发奇 但又不好阻止画英子 男人一旦跟女人有了那种关系 就处处显得被动 宋挺进不想惹恼向剑江 他只是想给苏小米一点脸色 这也是朱广泉再三交代过的 英子 你少说两句 宋挺进 终还是忍不住 冲画英子说了一句 你甭管 我就不信 书记能把人吃吗 画英子已经把持不住自己了 他觉得自己今天好棒 我吃不了你 你这张嘴啊 厉害 向剑江叹道 画英子痴痴的笑出声来 笑完捋得下头发 哪敢跟你说句大人比 我们也就是讨口饭吃 东江不让我们吃 我们吃好到省城 省城要是不让吃 我们就去中央 一旁站着的苏小米 早已经忍耐不住 他最见不得这种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再说画英子扭捏作态的样子 也实在让他看不惯 他往前跨了一步 冲画英子说 你嘴会说是不是 我们大半夜跑来 不是听你卖弄嘴皮子的 画英子正跟向剑江说的开心 他喜欢跟向剑江斗嘴的那份感受 很美妙 他打算一直斗下去 苏小米不失实物地打断他 令他十分不开心 那你跑来干什么 画英子反问苏小米 按规定 带你们离开省城 苏小米正起脸 毫不客气地说 笑话 我又不是你什么人 凭什么跟你回去 画英子脸上满事不屑 说话间 他还掏出口红 往自己嘴上抹了两下 然后上下嘴唇 那么挤了几下 不想回去是不是 苏小米不那么客气了 口气明显严厉了不少 画英子偏使不识脸色 想回能咋 哼 不想回又能咋呢 苏小米被画英子的态度激怒了 明知道这种场合不能发火 仍然火气十足道 说你会说 你还真的迈上嘴巴了 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 把你老公叫来 画英子没想到苏小米会来这一手 一时有些慌 不过他还是假装镇定道 哼 你把天王老子叫来也没用 我们是干正事 苏小米掏出电话 就要往外打 画英子以为苏小米真要打给他老公 脸色漠然一变 干嘛呀 是你们闯进来 关我老公什么事 宋挺进的脸色也变了 结结巴巴的说 除非市场 答应光滑楼市场不拆签 否则我们就不回去 苏小米一边假装拨号一边说 拆不拆签 我说了不算 你们说了也不算 如果你们想闹 可以 费用也不用你们出 市场逃 我可以把这家宾馆给你们长期包下来 只要你们敢住 说着他故意拿目光 扫了一下宋挺进和画英子 然后对着自己的手机说 给我接坦克团 干嘛 干嘛呀 宋英子扑过来 就要抢苏小米的手机 苏小米立声道 你不是想长期住吗 我把刘营长请来 让他多陪你几天 谁让你请他了 吃的不多 管的多 画英子说着话 一扭屁股 从向剑将身边挤了过去 随后响了一声刺耳的关门声 画英子将气撒在了门上 画英子一走 其他几个女的也不敢多留 红着脸跑了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宋挺进几个时 苏小米立马调整了策略 他收起手机 冲宋挺进说 你想干啥 你现在是人物了是不 东江闹还不够 还要跑到省上来 宋挺进没吭声 但明显 他的士气被压下去不少 特别是刚才苏小米说 要给坦克团打电话 几乎让他冒了身冷汗 画英子的老公在坦克团当营长 常年不在家 正因为如此 他才敢胡来 如果让刘营长知道 他怕是吃不了兜着走 宋挺进 我明确告诉你 光滑路市场的拆迁势在必行 谁也阻挡不住国际商场的建设步伐 至于你手里握的那份借款合同 如果政府违约 你可以依法起诉 但这不是你上访的理由 另外 你必须回东江 谢芬芬芳重伤已案 公安局还没有定论 作为主要责任人 你不得离开东江 谢芬芳挨打 关我什么事 宋挺进 有些嘴软 关你什么事 回到公安局就知道了 宋挺进不安的盯住苏小米 他原来听人说 新来的女市长是个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 在东江绝不会有什么大作为 现在他感觉不是 这个女人有一股杀气 宋挺进考虑 要不要改变一下策略 毕竟上次围攻工商执法大队 他在公安局是挂了号的 虽说朱广泉给荣怀山道了歉 但苏小米真要追究起来 也没有他好果子吃 走遍世界 在这里享受逍遥的勇气 104.3AM1512 济南故事广播 永远可以聆听的风景 就在宋挺进犹豫不决时 房门啪的被推开 朱广泉进来了 风尘仆仆的朱广泉 顾不上跟向建江和苏小米打招呼 冲着宋挺进 劈头盖脸就骂了起来 好啊宋老二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东江打了人 事情还没处理 你又带人上省城了 你长了几个胆 宋挺进在家排行老二 平常朱广泉都称他宋老二 宋挺进吓得往后一撇起 他弄不明白朱广泉唱的是哪出 我看你自由了 日子过得不舒服了 是不是还要再进一次监狱 不等宋挺进还嘴 朱广泉又冲另外几个工商胡骂 你们是不是前正的烫手了 跑到省城来上访 还惊动了两位领导 你们面子大呀 我朱广泉要见两位领导 都得斟酌斟酌 哼 你们倒好 坐的坐着 躺的躺着 反倒让书记市长站着 都给我起来 我看你们活的不耐烦了 包括宋挺进在内的上访者 全都乖溜溜的站了起来 朱广泉这才转过身 冲两位领导点头哈腰说 实在对不住 乡书记 苏市长 怪我 都怪我 你们批评我吧 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好 向建江没有说话 苏小敏故意问了句 是吗 好 向书记 苏市长 你们别生气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来商访 这些天 钢材价格涨得太快 而且火异常的紧俏 我正在为钢材奔波呢 家里的事 没顾上 我检讨 我现在就检讨 苏小敏看着朱广泉 一阵红脸 一阵白脸的唱 心里说 哼 这个人 真是不简单呢 等朱广泉表演的差不多了 向建江才说 多的话不说了 人全在这儿 他们啥时候回去 以朱老板说了算 现在就回 现在就回 朱广泉说着 拖的转身 怒瞪住宋廷进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要我一个个背你们下楼啊 朱广泉这种人做起事来是没有分寸的 按说等天亮后回去也没有什么关系 可他愣是把上访者骂下了楼 还主动到前台急了仗 上访者是回去了 苏小敏跟向建江 却还不能回去 当天晚上 朱广泉把宋廷进他们喝斥走后 后着脸 要给苏小敏和向建江押金 向建江说 不必了 苏小敏呢 拉个脸 一句话 也不愿意跟向建江说 后来向建江让司机先把他送回家 你先回去休息一会儿 明天一早 等我电话 向建江本来是想打滴去宾馆的 后来又打电话叫住了司机 跟苏小敏坐在了一辆车上 你真行啊 还没见过 你发这么大火 向建江一上车便感叹 不发火怎么办 跟他们讲理 讲得轻吗 是讲不轻 不过我还是纳闷 华英子的老公在坦克团 你怎么知道 我比你到东江早 这些事我都不知道 好 是林局长告诉我的 上次处理谢芬芳的事 林局长就跟我提起过 宋挺进身边有好几个女人 其中这个华英子 是跟他最亲密的 向建江嗡了一声 进而又问 谢芬芳那件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还能怎么处理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呗 向建江不再作声 似乎他挤到这辆车上 就是为了问这件事情 苏小敏本来不想回自己家 上次那两根头发 还有黑丝袜 至今还像肿瘤一样 长在他心里 让他一听 家这个字眼就过敏 可又怕向建江万象 只好硬着头皮到了楼下 车子刚一掉头 他便出了小区 天快要亮了 这个时候去住宾馆 显然不划算 苏小敏索性坐在小区 外面小广场里 他想就这么坐到天亮 可是坐下没多久 他便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 广场里已经聚满了人 都是早起锻炼的 苏小敏怕被人认出 落荒狗一样逃离了小广场 他给星河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在京江 星河像是刚睡醒 连着打哈欠的 带问他 你不是来遮尖的吧 他骂了句星河 把电话挂了 他本来是想到星河家 至少也得洗把脸 一听星河这么问 便打消了面头 后来他去公厕 假装上厕所 随便洗了把脸 对着镜子 整理了一下乱糟糟的头发 然后去吃早餐 听众朋友 吃完早饭没多久 向建江的电话来了 收拾一下去省政府 去省政府做什么 苏小敏不解 做检讨 向建江说得很干脆 说完就将电话挂了 苏小敏的心呼得就暗了 真是盲昏了头 怎么把做检讨的事情 给忘了 可是真要去做检讨 苏小敏又有点迈不开步子 他不是怕做检讨 是怕这种程序 苏小敏尽管身居官场多年 但对官场很多不成文的规矩 仍然不能适应 有些甚至是充满了憎恨 但他知道 这种憎恨只能埋在心底 甚至心底都不能埋 得把它消化掉 嚼碎 吐掉 就说这检讨吧 如今不管什么事 只要升级到上面的脸面 下面就必须要去做检讨 换了审上也一样 不管上级需不需要这个检讨 有时候苏小敏会想 这样的检讨有必要吗 对改进工作 对改善党群关系 这样的检讨到底有没有意义 形势大于内容 但有时候你必须重视形势 因为形势是直观的 是能够让别人看见的 不管苏小敏乐意不乐意 他都得去 而且要配合向建江 把这个形势做好 做足 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他这个市长的职责 不大功夫 车子来到小区大门前 苏小敏上了车 见向建江也是双眼发红 就知道他没合眼 看来他的心事比自己还重 他们这对难解难地 算是难到家了 车子驶过解放大道 往高架桥上去 苏小敏忽然喊着要下车 说把一件重要的东西 忘在了家里 向建江说 好 那就在前面掉个头 回去去 苏小敏说 好 不用了 我搭个车自己去去 半个小时后赶到 向建江 变着别的事 没在意他的表情 见他心机火了的样子说 你抓紧点 我在秘书长当公司等你 四十分钟后 苏小敏气喘 吁吁赶来 向建江正在跟罗维平说着什么 看到他眼睛一亮 这人怎么回事 刚才还是一身呆板 一转眼就妩媚起来 妻子是妩媚 向建江瞅了一眼 就觉得有点目眩 苏小敏便戏法地换了他那套 在东江常穿的职业装 穿了一身墨绿色的套裙 里面配了白色皱纱衬衫 质地很柔软的那种 款式也很新潮 一下子就让他年轻输许多 风鱼的身子更趋饱满 两条修长的腿 毫不掩饰地将他错落有致的身姿 衬托得山是山 水是水 向建江有种不敢相认的错觉 姗姗地笑了笑 避开目光 苏小敏的脸微微泛红 看得出他自己也有点不大自然 站在那儿等罗维平说话 罗维平抬起眼 轻描淡写的 喵了他一眼 口气寡淡地说 坐吧 苏小敏的脸色 莫就暗了 那层红韵不见 像是被人羞辱一般 莫无声息地 坐在了向建江边上 接下来的汇报 苏小敏就开始走神 他是想集中精力 可是罗维平刚才那一眼 伤到了他骨头上 坐在那儿 他感觉浑身都在痛 他偷偷地瞄了罗维平一眼 发现他正经地令人惊讶 那张脸崩得要多严肃 有多严肃 目光始终盯着手里的材料 偶尔抬起来 也是没有方向的空扫一眼 缘又收回去 他说出的话 就越发的冷冰冰的 坚硬 不含感情 完全格式化了的官方语言 怎么会这样呢 好陌生啊 苏小敏打了个冷战 默然垂下头 心里开始埋怨自己 人家正眼都不瞧 你又何必呢 想想这一早上的荒唐举动 忽然就觉得自己很滑稽 见他分神 向剑将用胳膊肘捅捅他 提醒道 好 你也把自己的想法谈一谈 让秘书长帮我们好好卖 苏小敏 冉冉抬起目光 努力排开脑子里那些混乱想法 正语说话 罗维平开了口 好 在我这儿就不浪费时间了 你们准备一下去见城府省长 态度诚恳点 出了问题不要紧 关键是得有个态度 说完 目光搁在苏小敏脸上 这一眼搁得久些 但很平静 没有什么波澜 苏小敏仿佛受了伤 起身也用同样冰冷 而又客气的语言说 那就有劳秘书长了 罗维平甘笑了一声 那边我就不去了 你们自己去 刚才我联系过 秘书会接待你们 说完 他抓起电话 打给城府省长秘书 秘书让向剑江他们过去 离开罗维平办公室 苏小敏 顿觉脚下无力 像是让人当头敲了一盆水 浑身上下 没了一点热情 向剑江尽管觉得他不正常 但想不出不正常在哪 两个人不说话 往二号楼走 走着走着 向剑江突然停下脚步 盯住苏小敏 陌生的说 你今天怎么回事 跟谁玩捉迷藏 苏小敏懊恼的摇了摇头 带着几分尴尬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滑稽 向剑江明显感觉到什么 但又不确切 没敢多说什么 沉默着往前走 苏小敏迟疑了一会儿 像是要打退堂鼓 后来一咬牙 跟了上去 这天上午 苏小敏和向剑江并没有见到成副省长 他们来到二号楼时 秘书果真等在那 打过招呼 客气的引他们进了接待室 秘书告诉向剑江 成副省长这阵子正会见客人 半个小时后便结束 向剑江和苏小敏老老实实候在那里 一边等一边心里犯嘀咕 今天这检讨到底怎么做 本来是想跟罗维平探点口风的 至少听听成副省长对这起事件的态度 成副省长分管信访 东江又是他的联络点 听说昨天下午 他已经跟几家单位发了火 信访办那三位同事也说 成副省长对东江发生的这起 突然上访事件很重视 只是他们要严肃对待 到底能严肃到啥程度 向剑江想了半天 还是没有想明白 苏小敏没到之前 他把疑惑倒给了罗维平 谁知罗维平今天很深沉 高深莫测 他心里就越发没了底 不是说上访这件事有多重要 严重的是东江经济的二次振兴 这是根本 但是东江经济如何才能尽快走出低谷 重新迎来他的辉煌呢 向剑江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捷径 兴许国际商城项目就是一个好的开头 这么想着 向剑江把目光对住苏小敏 他真想跟苏小敏谈谈自己的想法 有关国际商城项目的想法 转念一想 这种场合怎么谈呢 茶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人们喜欢的功夫茶 讲究的是品 在香气潦沼中品味绵长幽远的感觉 听故事就像品茶 好故事永远值得在心中回味 104.3 济南故事广播 天下故事 一游未尽 一上午就在等候中过去了 快进中午时 秘书忙忙碌碌走进来 客气的说 实在对不起 副省长那边挤不出时间 下午三点你们再来吧 两个人揣着惶惶的心 离开省府 此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 向剑江问苏小敏吃点什么 苏小敏回答没胃口 他拿着手机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向剑江见他 一上午都神不守舍 拐弯抹角劝道 下午就下午吧 别太在意 以前我在组织部时 也让人等过 那是你 苏小敏 盯下一句 往前走了 向剑江怪怪的叮嘱他 心说 这人犯什么神经 莫名其妙 这时候 向剑江的手机响了 打电话的是 翠燕区 梅区长 他也从东江赶了过来 电话里说了几句 向剑江告诉 梅区长一个地方 让他在那等 他们马上过去 偏巧就在这时 鑫河也打来电话 问苏小敏 到底是不是在京江 苏小敏说 我就在京江 一大早 不是就跟你说了吗 鑫河怪了一声 我怎么知道 是真是假 我这阵子在你家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遇了小偷 一定是你忘了锁门 忘了锁门 苏小敏惊慌地 叫了一声 匆匆跟向剑江 说了一句 搭车就往家里赶 早上 苏小敏的确是去了家里 他不能穿一身 灰不拉击的衣服 去见罗维平 他要在他面前 保持新鲜 那么短的时间 慌慌张张换衣服 心里只垫着别迟到 门到底锁没锁 他还真的没有印象 等满头大汉赶到家 新鲜河果真就在家里 正在大汗淋漓地 给他家擦地板 看见他 新鲜刚要数落 被他今天的打扮 惊住了 半天 嗓子一亮 惊诧道 哎 你是当市长啊 还是当模特 打扮这么厌 到底给谁看呢 苏小敏 弯了新鲜一眼 情急地问 门真没锁 锁了 我能飞进来 新鲜河嘴里说着 眼睛仍然不放过他 就像是盯着稀有动物一样 盯着面色飞红 一身靓丽的 苏小敏 盯足了 盯过瘾了 才发着嘴巴道 看不出啊 原以为你只会当官 没想到你还会包装自己啊 新鲜的话并不夸张 苏小敏其实是个很不会打扮自己的女人 按照新鲜的话说 她缺少美感 刚嫁到瞿家的时候 瞿书阳没有少臭她 就连小叔子瞿书阳也在背后说过她的坏话 意思是她太老土了 直到瞿家娶了新鲜 苏小敏的生活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鲜在审美上就是比她强 穿衣打扮也比她有品味 她的提高一大半功劳在新鲜 新鲜调侃完了才告诉苏小敏 她是给婆婆拿衣服来的 婆婆非要穿她那件亚麻格子衫 不过来取她就叨叨 买新的又说新鲜太糟蹋钱 没有办法新鲜只好过来取 婆婆手里有苏小敏家的钥匙 没想她来到楼上发现门开着 她吓坏了以为家里进了贼 跑去跟门房报案 门房值班员说一定是苏小敏忘了锁门 她看见苏小敏一大早回来过 新鲜说话的空 苏小敏已经挨个房间看了一遍 确信家里没有进来过外人 才一屁股坐沙发上 哎呀妈呀 你一个电话 我魂都没了 你家里有宝贝呀 犯得着那么慌吗 新鲜故意道 就会耍拼嘴 给我来杯水 渴死了 哪有水 看看 你这个家 还像家吗 新鲜说着 替苏小敏打开一瓶矿泉水 水还是她在超市买的 我说你们两口子就不能安安静静守着这个家呀 再折腾下去 这个家就成妙了 新鲜又想把话题往翟书阳身上引 上次苏小敏走后 新鲜也想了很多 他觉得翟书阳很可能有问题 他得跟苏小敏提个醒 苏小敏的心思显然不在曲书阳上 也懒得听星河说这些 反正他已经想好了 等曲书阳回来就离婚 他才不能跟一个叛徒过日子呢 至于离了婚以后怎么办 他还没有想好 车到山前必有路 到时候再说吧 他脑子里现在想的是罗维平 上午罗维平的表现太反常了 怎么会这样呢 星河见他神神经经的心里再次起了疑 定定望了他半天 突然压低声音说 是不是去见了他 谁 苏小敏默地抬头 还能有谁 他呗 星河从他脸上看到答案 故意笑道 你这个死人 苏小敏弹起身子 要打星河 星河尖叫道 哎哎哎 我给你家当保姆 你不说谢道罢了 还打人呢 周立俩闹了一阵子 苏小敏沮丧地倒在沙发上 有些事情他是不瞒星河的 也瞒不了 他跟罗维平的相识到相知 星河一清二楚 从开始到现在 他都没有瞒过星河什么 有时苦恼了 还特意将这话题拿出来 跟星河讨主意 星河是个感情上极有主见的人 不像苏小敏 这方面永远是小学生水平 星河一开始鼓动他 上去吧 别怕 我在后面给你做掩护 星河也确实替他做过掩护 上次去书阳 所以讲出他跟相见江 如何如何的荒唐话 就是中了星河的计 星河害怕去书阳 嗅到罗维平 故意就拿相见江开涮 其实傻子也知道 苏小敏跟相见江 让他们生点事都生不出来 不是哪个男人跟女人都能生出事的 也不是哪个女人都让男人享入非非 这得看缘分 还要看你们俩是不是一条腾上的瓜 相见江跟苏小敏虽然熟悉 关系也不错 有时候还能称得上亲近 但就是生不出事来 倒不是说苏小敏比相见江大 如今反倒流行这个 问题是他们两个太知根知底了 啥都透明的 就是缺少朦胧 感情这东西 妙就妙在朦胧 妙在若有若无 妙在分不开又禁不得 这是新河的逻辑 苏小敏认为他说的正确 至少在理 当然就是罗为平 新河也料定 不可能生出啥事 要不然他还真不敢怂恿 不过既然邂逅了 相遇了 对方还有点品味 新河的意见就是发展下去 并不是朝那个方向发展 新河的原话说 这辈子守着曲家这两根木头 真是亏死了 我是看开了 也劝你别太亏自己 就算不能有个情人 有个红颜知己 总是应该的吧 女士长之非常关系 以前说到苏小敏和罗为平的关系 新河的原话时 这辈子守着曲家这两根木头 真是亏死了 我是看开了 也劝你别太亏自己 就算不能有个情人 有个红颜知己 总是应该的吧 那你怎么按兵不动 苏小敏明知新河是好意 还是反击道 新河实话实说 我不像你漂亮 有气质 还当着官 自身有条件 我一个小人物 谁肯呢 新河说这话时 多少带着伤感 她其实也是个 很情绪化的女人 说完 背对着苏小敏 凝视着窗外 肩膀发出微微的颤动 苏小敏知道 那颤动 其实是她心底里发出的 新河 新河跟苏怀感情要说好也好 要说坏也不算诋毁他们 关键是新河心气太高 感情上要求也高 苏怀呢 属于那种过分老实 过分守旧的男人 苏小敏心里涌上一层同情 走过去轻抚住新河双肩 温柔的问 嫉妒了 臭美 新河转过身 忽然间又变得无所谓 我才不嫉妒呢 哪一天上帝开了恩 赐我一个更好的 酸死你 轻力俩就是这样 一旦说起私房话来 就没了边 而且脸不红 心不跳 更不害臊 那份亲热劲 坦率劲 怎么也看不出像轻力 倒是比亲姐妹还要情 不过今天 新河的话不一样了 见苏小敏闷着脸 苦大仇深的样子 新河体贴的坐在她身边 宽慰道 早就告诉你 别太当真 你非要当真 谁当真了 苏小敏明知自己当了真 嘴上海硬 一大早的跑回家换衣服 门也忘了锁 回来又是一副枯丧像 你这样子 哄哄你家书呆子还行 哄我啊 远真呢 苏小敏不语了 她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当真 为什么就变得这么敏感 不应该这样 她叹了一声道 唉 你不知道 我现在压力有多大 原本想她能给我鼓鼓劲 谁知道 你呀 新河也叹了一声 接着说 她现在是位高权重 你这么惹眼去看她 她理你才怪呢 我说你 怎么一到她面前 就傻得冒气了呢 谁惹眼了 惹眼她都不在乎 要是不惹眼 还不定怎么给冷脸子看呢 唉 算了算了 说这些没劲 说说东江吧 你去了这么长时间 怎么样了 唉 还能怎么样 一锅粥 新河不语了 她尽管没有当过官 但是她家舒怀是个小头目 官场的事 她多少知道一点 有时候舒怀深夜里坐着发呆 被大山压住了似的 她也会劝 想开点吧 能干就干 实在干不了 辞 但对苏小敏 不能这么劝 人跟人不一样 自家丈夫能干到那个位置 到底呢 再高会把她弹死 苏小敏不 她是心有多高 事业就有多高 新河看好她 也支持她 慢慢来 凡事啊 急不得 我听说 这几个月 你也干得有声有色 你哪里听来的 少拿这些空话来安慰我 苏小敏 白了新河一言 哪听来的 你甭管 我就一句话 按你自己的路子干下去 千万别打退堂鼓 难啊 新河 你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呢 还有其三呢 好了好了 时间不早了 你就稀稀点 别那么垂头藏气 好不好 震做点 啊 苏小敏 苏小敏 扑吃一声笑了 也难得 有这么一位小婶子 惊她一劝 苏小敏的心情 好起来 心里便又惦记起 下午的事来 三点差一刻 苏小敏来到省府 向剑江已经等在那里 看到她心急的说 你怎么现在才来 手机也不通 怎么回事 苏小敏掏出手机一看 原来是没电了 不好意思的说 真对不起 路上遇了熟人 多量了几句 就你事多 向剑江轻声斥责了一句 没照见吧 苏小敏不放心的问了一句 向剑江摇头 她两点钟就坐在这儿了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 跟她打过招呼 就连秘书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苏小敏坐下的时候 接待室又进来两位 一看也是下面来的 其中一位好像跟向剑江认识 但也仅仅是点了点头 便很沉重的坐在了另一张沙发上 空气死闷 六月的金江气温已经高达三十六度 接待室偏有没有空调 坐了不到五分钟 苏小敏身上就出汗了 一看向剑江额头上也在肾汗 掏出纸巾递给了向剑江 向剑江居然视而不见 苏小敏只好将纸巾收回去 又过了半小时还不见绿书的人影 苏小敏坐不住了 想问问向剑江 秘书是不是忘了 一看向剑江的脸色 没敢问出口 另一张沙发上 那两个人也跟他们一样 正经危坐 很庄严 很沉重 苏小敏心想 这二位不会也是等着见城府省长吧 正这么想着 来了一位不认识的秘书 将两位叫走了 苏小敏才知道 这二位是找管交通的苏副省长汇报工作 接待事里就剩下他跟向剑江 他才大着胆子问了句 要不给秘书打个电话 向剑江没有吭声 不过他的神情告诉苏小敏 这话等于白说 苏小敏心里有微词 嘴上却很老实 不同场合得有不同场合的规矩 这点常识他还是有的 下面任何一位领导 只要将你安排在接待室 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等着 别的捷径有 可惜你事先没走到 这点上他跟向剑江一样固执 也可以称作愚蠢 如果昨天晚上从东江出发的时候 就给城府省长的秘书打电话 情况怕是另番样子 苏小敏这么想着 就又怪起罗维平来 他也不知道通融通融 这天下午 他们一直等到了五点钟 中间苏小敏出去过 没走远 楼道里随便走了走 进了趟洗手间 然后又乖乖的回来 向剑江一下午都保持着一个姿势 他真能做 苏小敏不得不叹服 很多方面 向剑江就是比他强 比他守规矩 看来组织部这些年他没有白蹲 五点钟的时候 城府省长的秘书来了 日里万机的样子 进门就说 哎呀 实在对不住 让你们久等了 向剑江起身 那现在可以进去了吧 秘书怪怪的叮嘱向剑江 不明白他的口气 为什么这么生硬 他避开向剑江锋利的目光 转而向苏小敏说 你们请回吧 城府省长会见法国客人 估计今天是没时间了 明天呢 向剑江追问一句 一听向剑江的口气不对劲 苏小敏抢在前面说 好那省长要是没空 我们就不打扰了 改天我们再向省长汇报 他这次用的是汇报 没用检讨 秘书客气的说 好啊 只能这样了 让二位等了一天 实在过一步去 下次来的时候 最好先通过电话 苏小敏温和的望主秘书 这次怪我们 事先没跟你联系 说完他要了秘书电话 拽着向剑江离开 接待室 一定是这小子在捣鬼 刚下楼 向剑江就发了火 这个时候 他才敢把心头的不满 发泄出来 别乱怀疑了 的确是法国人来了 我看见外事办 刘主任他们在楼上呢 苏小敏反倒变得清醒 就算是有外事活动 也不该帮我们亮一下午 算了 你不是曾经也让人等过吗 一离开鸡带室 苏小敏的心情就好起来 有一种解脱 或者是如是重负般的轻松 反倒觉得向剑江发这种脾气 很没意思 故事有悲有喜 故事有冷有暖 故事有苦有甜 不同的故事 一样的频率 听故事 只听104.3 济南故事广播 从今江回来 已有好些日子了 上访那件事 最终也不了了之 这种时候追究某个人的责任 只会让工作更为被动 苏小敏和向剑江 抱了同样的想法 只要朱广全部惹事 就先顺着他吧 这一天 向剑江突然打过来电话 让苏小敏过去一趟 有件事要商量 苏小敏到了市委那边 向剑江说 怀山同志刚走 苏小敏便清楚 谢芬芳提拔的事 终于要提上日程了 不过他装作什么也不绝 耐心的等向剑江把话说完 向剑江像是受了什么刺激 情绪有些激动 怀山同志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什么课 一听不是谢芬芳的事 苏小敏来了兴趣 气也有点败坏 也不知为什么 自从罗维平给过他忠告后 对荣淮山 苏小敏就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女人都是情绪化的 苏小敏有时候也恨这种情绪化 但是没有办法 一旦心里对某个人有了成见 对这个人的一言一行就都看不惯了 当然 怀山同志也谈到了另一件事情 向剑江见他对这一话题不感兴趣 及时杀住了 好 是他儿媳妇的事吧 苏小敏冷冷的说 让你猜对了 向剑江呵呵笑了一声 继续说 在你面前我也不说假话 怀山同志提出 让他儿媳妇上个台阶 让我和你碰个头 把他成全了 既然你们定了 还问我做什么 你要这么说 可就冤枉我了 若向剑江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比谁都了解 怀山同志是老革命 为东江奉献了一辈子 眼下他快要退了 提点要求也不过分嘛 我没说他过分 一句话堵住了向剑江的嘴 其实向剑江也很难为情 他跟苏小敏不同 他是书籍 是东江名符其实的一把手 很多事情别人不找苏小敏可以 但是不能不找他 这就让他非常的尴尬 也非常被动 就说跑关要关这事吧 他到东江才短短几个月 跑他这里要关的 已经不下十位 虽然东江刚刚经历了陈阳大案 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跑关要关的尽头 仿佛这年月 你不跑不要 关帽就不会掉你头上 向剑江本人是非常反感这一套的 从他自己的从政经历看 并非每一顶关帽都是跑来要来的 至少他自己不是 他相信苏小敏也不是 但下面不这么认为 一批曾经在陈阳手里不得志不如意的干部 以为东江现在是他们的天下 理直气壮的跑他面前 直言不讳 就把自己的要求提了出来 荣淮山也是如此 在跟他讲完自己的革命历史后 荣淮山话题一转说 小象啊 以前陈怀德和杨天亮在时 我荣淮山什么要求也不提 提了也是白提 他们是党的败类 是蛀虫 我荣淮山羞于与他们为伍 现在不同了 你来到东江 让东江各项事业 重建希望 我如果再不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来 就是我荣淮山的不是了 听听 他说的多好 好像他提这个要求是很看得起 他向见江的 向见江心里虽然不痛快 嘴上却谦虚的说 好 荣老 东江的各项事业 还得靠您和其他老领导同志支持 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只管讲出来 千万别客气 您客气 等于是害了我们 哈哈 小象啊 不对 我应该称你 我应该称你相书记 尽管你年龄轻 但是毕竟你现在是党的书记 党领导一切这个根本 我们不能丢 要不然你就要骂我 荣某人以老卖老了 荣淮山喝了一口水 继续说 建议和意见没有 个人要求倒是有一个 荣老林讲 荣淮山毫不客气就把谢芬芳的事讲了 当然 他的用词十分考究 绝不会让人说他赤裸裸 他说 要说这个要求我是不能提的 毕竟他是我儿媳妇 我要是一提要求 就等于是为自己的家人要关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 谢芬芳年轻 年轻人要求进步 没错 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媳妇 我就不支持他进步 他个人是有些缺点 这个你可能听到了 可哪个人没有缺点呢 我有 你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 有缺点不可怕 怕的是不改正缺点 给他加点担子 让他身上的责任重一点 他对自己就会有新的要求 这对他 对工作 都是有好处的嘛 荣淮山这样说 向剑江还能说什么 只能点头答应 行啊 老领导 我跟小米市长碰碰头 看他那边有什么好的建议 既然小鞋要求进步 我们就要把它用到合适的岗位上 当然 岗位不合适 那不是用人 是在毁人 我看执法大队大队长就很合适嘛 你们碰个头 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听听 他用的是答复 而不是常人习惯用的消息 向剑江只能随和 哦 一定一定 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给您老一个答复 按说 话说到这儿就该打住了 可荣淮山仍然不满足 意犹未尽的说 好 还有一件事 最近 我带队督查了一下 总体来讲 东江目前的工作不错 人大基本满意 不过 个别地方 还有待改进 这个问题 等我督查完后再谈 现在谈 时机还不成熟 时机 什么时候成熟 怕是再傻的人 也能听出此话的玄机 当然 向剑江 并不怕荣淮山找麻烦 找麻烦 也是应该的 问题是 他如果刻意给你找起麻烦来 你还 干不干 别的工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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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